你这个坏男人你偷我东西了 我偷你什么了 你偷了我的心 别开玩笑 我认识你以后我就每天都好想你啊 感觉吃饭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开玩笑 我是真的 我俩才认没两天啊 我觉得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你那么淳朴那么善良 我觉得你超有安全感的 我们两个谈恋爱好不好 我问了还是先了解一下 好吧 你在干嘛呀牵个马 我今天帮我朋友这带一下嘛 他去忙了 我帮他牵一下这个马 你会骑马哟 对啊 你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啊 那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啊 但是我好怕啊 没事的 我帮你牵着 可以吗 那我试一下啊 下来吧 我有点害怕 那你下来吧 那月姐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马交给那个阿姨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 哈哈 来月姐你觉得这风景怎么样 哇你们这里好美啊 真的超美的 那要不坐下来 坐一会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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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 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呢 什么事情 就去我公司上班呀 我怕我过去会给你添麻烦的 怎么会呢 我来你们家这么多天 我都不觉得给你添麻烦 你去我那边上班吧 你就当帮我 我过去主要啥也不会啊 没关系的 那个公司是我的 我可以照顾你啊 你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 你问我就好了 我就害怕给你回去添麻烦 我有什么也不懂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 晚上回家 你跟叔叔阿姨商量一下 你去我那边上班吧 因为我还是想你去外面看一看 你这么年轻 我不想你在这个山里面就这样子 你看可以吗 好吧 那我今晚上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可以啊 我也不确定 你有什么理想吗 啊我以前是有个理想 就是像姐姐一样开个车 去到处转一下看一下 但是现在就 怎么了 走不开 家里面 爸爸妈妈年龄也大 然后弟弟妹妹又在读书啊 帮他们分担一点责任吗 帮着放下牛啊 一样的 这样啊 这样 那这样子弟弟你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过来 你等我一下我去哪个东西 你等我一下 回 白活的 是 人 我只会向你坦白 扎兴 弟弟我来啦 我来了呀 嗯 那个 我刚在车里面拿了一点那个 你把它拿着 你给我给这么多钱给吗 哎呀 就是 嗯 我想帮你一下吗 这个钱不算什么 对我来说真的 嗯 我觉得可能能帮你一下 你把它拿着吧 不用不用 你 你的钱又不是大风过来的 我不要我自己 可以买买真的 哎呀 你你就说这么吧 真的 你你不拿的话我就真的生气了 对 我我我真的生气了 我我再也不理你了 生气了啊 你拿着 那个晚上的时候你回家跟叔叔阿姨商量一下 到时候去我那边上班 好不好 我等一下不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好 确定吗 嗯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明天早上开车来接你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了 那我那我走了 嗯 拜拜 哎 前面有个妹妹手上好像提到菜一样 我问一下 哎 你好 你好妹妹 你好 哎 你这是去哪里啊 呃 回家 回家呀 啊 你们家住在哪里了 就那边山上山上啊 对 现在过去还远不远 远 有点远 有点远了 哦 我看你这手上提的菜是准备回家做饭了是吧 哦 是的 你做的饭好不好吃 哎 还行 还行呢 啊 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家 然后我去你家里面 吃一点点饭好不好 哥 我家我家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 没关系的 我不挑食 我就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吧 那你上来吧 上来吧 我们不是坏人啊 你放心 上来吧 上来吧 嗯 好的 哎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美 小美啊 对 啊 今天专门去街上就是买菜吗 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回来顺便买点菜 你现在还在读书没有 在读书 还在读书啊 对 哦 那我们去你家里吃饭的话 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会的 我会同意的 啊那行吧 那你给我指下路啊 好 妹妹 啊你家的路好难走啊 啊都没有水泥路 你们这里走上去还要多久啊 二十几 二十几分钟啊 对 哦山顶上那个就是你家是吧 是的 好的好多 到了这就是我家 进来坐了 哇你家的院子好大呀 妹妹 没有没有 有点乱 你们先坐这吧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妹妹 你去了 嗯 好 这就是有点乱 没事没事的 我去做饭给你们吃 你们先坐着 不着急的 好 好的好的好的 哪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妹妹 那个那个米酒 米酒啊 我 我搞个小碗的嘛 我这么大碗喝不完喝不完 以前的没事喝不完 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妹妹 好 谢谢 好 哎 妹妹 哎 这个是你的妈妈是吧 这是我妈妈 你好 阿姨 你好 这么个例 过来你家做客欢迎吗 欢迎 欢迎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好 奶奶 你好 这么个例 他提不见 哎 妹妹 你这边煮腊肉啊 对 不用那么麻烦 你烤个土豆就好了 没事 没事的 你们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这个 太辛苦你了 真的 没有 没有 哎 妹妹 你看着年龄应该不大吧 我17 17岁啊 对 哦 现在是读几年级啊 初三 你的学习应该还可以吧 我学习还可以吧 还行啊 好 那你是想读到 几年级啊 读完高中吧 读完高中啊 对 就是 我家人他们都不说了就是 初证读完就准备不让我读 但是我 我想一直读下去 好 为什么不让你继续读呢 因为我 前面就是我 哥 我姐他们都不读了 都出去打过问 然后 他们都存家了嘛 那你哥娶你嫂子花多少钱啊 财礼 二十几万吧 二十几万 二十八万好像是 就是从亲戚那边借来 哎 怎么没看到你家爸爸呢 哦 我爸爸出去打工了 爸爸出去打工了 对 哦 那你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家里有六个 那你自己的话想不想读读个大学啊 我就是挺想的嘛 但是 家里家里人不支持 哎 妹妹 哎 你如果说有机会读完大学的话 接下来想做什么 就是我想去学摄影吧 然后我想把就是把大辽生的这些风景 我们辽生的船子都传到外面去 然后让外面各各各国的人都可以来这边旅游 哦 那你这个理想非常好啊 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的 那如果说我帮你找到一个资助人继续供你读大学的话 那你愿不愿意把大学读完了 那当然愿意啊 哦 那行吧 那到时候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的话 到时候我再过来找你嘛 嗯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不用谢 你听了妹妹 哎 我车上刚刚有一些东西 没事没事 太破费了你 没有没有 那这边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留下来再玩一会吗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这边有事我就先走了 今天感谢你们的款待哈 没有不 下次有时间再来你家玩 好 那么再见了哈 下次再来玩 好好好 再见再见再见 好 王哥王哥你等一下这种快乐要给你 哦 不了不了妹妹我这边 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煮饭 哎 停下有人搭车 哎 你好 你好 我可以搭一下你的车吗 去哪里 妹妹 我要去证上 去证上啊 去证上我们应该也路过啊 哦 那你先上来吧 车费要多少啊 懂 environments 小费啊 你们一般是给多少钱 一般我们是给 10块钱的 10块钱啊 那好吧妹妹那你上来吧 好谢谢 好的 哎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迪莫 你怎么出来提个包啊 你这是去哪里了 我从家里面出来 怎么了这么晚 你是要离家出走吗 嗯我跟家里人吵架了 我就出来了 啊怎么回事了 能不能告诉哥哥呀 家里人比我相亲 哥哥要娶媳妇吗 差点彩礼钱 然后就比我 跟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 哦这样子 那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19 19岁啊 对 哦那你这边 现在是不想结婚是吧 对我不想结婚 还不想结婚 哦那你现在是要去哪里啊 哦不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啊 对 哦那我先把你送到镇上好吧 好的 好的好的 哎妹妹前面就是镇上了 你看在哪里下车比较方便 我也不知道 你看哪里方便就把我下了吧 哦好的好的 哎妹妹 这边已经到镇上了 要不你就在这下车吧 我没有车费给你怎么办 车费都没有吗 对跟家里人吵架了 一分钱都没带出来 啊你一分钱没有 你现在又下这么大雨 你准备去哪里啊 不知道不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啊 对呃那你这边 那要不我送你回家行不行 我不要回家 我去哪里都可以 我就是不要回家 带身份证没有啊 没有没带身份证 没有带身份证 哦 那妹妹 呃这边我朋友在这边有一个房子 要不我问一下他那边空着的话 我就带你去他那边住吧 好吧 啊可以啊那有什么事的话 明天我们再 呃送你回家好吧 哎兄弟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阿红啊 哎我 哎我先我上次听说你在那个西边小区有一套房子是空着的是不是真的 啊对空着的啊是在几栋几单元啊 这七栋三单元101 哦好的呃那钥匙放在哪里的 钥匙就在那个门口门口有个消防栓案那消防栓那里你去找一下就放在那里了哦好的好的是这样的这边有个朋友他没地方住吗 可不可以带你那里借宿一晚上 哦可以没事没事反正也空着的你叫他去住吧没关系可以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嗯没事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 嗯 哎妹妹呃我这边问了我朋友啊他这边有一套房子空着的啊要不你在这先住一晚上吧因为你身份证也没带 嗯好的啊那行吧那你提就行你下下车吧嗯好 好啊把我们这个门关上好的行吧那我们走这边吧妹妹嗯好的 啊啊走这边进去啊钥匙放在这里 啊先进来吧进来吧这个房子应该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 先把帮帮放在这里吧妹妹啊好啊那妹妹那你这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家里人吵架了就是出来了他们一直逼我去相亲 逼你去相亲啊 对相亲然后给哥哥娶媳妇 哦那你哥哥娶媳妇彩礼是多少钱 彩礼二三十万吧 哦这么多啊对然后就还差一点然后他们就逼着我去相亲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 哦那个男孩你不喜欢是吧对然后就跟家里人吵架了嗯对那你今天打算提个猫猫去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反正我就不想待在家里面 哦这样子那没关系的就是你先在这里住一下吧然后明天早上我再送你回去然后跟你爸爸说一下好吧嗯好的谢谢嗯没事没事啊对了你还没吃晚饭吧 我还没有吃没有吃是吧嗯啊这边有了个作水壶 然后这这这这边两个房间你看一下哪个房间能睡现在这将就一晚上吧嗯啊那我去给你买个方便面上来好吧 呃妹妹那我就先走了啊嗯好谢谢啊这个门我给你关上 妹妹妹 哎还没有休息是吧嗯还没有啊我今天藏那个小麦布那里买了一点那个方便面还有矿泉水啊你先将就吃一点好吧嗯好 然后这里的话你先就将就住一晚上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明天再说 然后明天我接你回家然后呃给你爸爸妈妈说一下好吧 好啊那你先休息啊好要把那个门反锁了好的好的拜拜 停下停下前面有个人站在河边好像想不开我们去看一下 geting 哎呦哦你们干嘛的不好意思咱妹妹你你在这边干吗 这出风啊怎么了我 SPEAK 看到你站在这河边啊下面是河嘛挺危险的所以我路过这边问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不开你才想不开呢你把我手机撞上去了 在哪里啊 哦 这样子 那我去给你捡起来好不好 你去捡吧 好的好的好的 哎妹妹 我把手机给你捡上来了 你看一下有没有损坏 你看换了那么大块 哦不好意思 开不了机了 开不了机了 你看嘛 哦 要不我们去前面镇上找个店检修一下吧 你们是坏人吧 没事的 就是 我是来这边旅游的 然后路过这边 然后看到你在河边嘛 本想来一个英雄救美呀 没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 行 看你们有枪 坏人 那走吧走吧 那我去看看这里上车吧 好的 好 哎妹妹 哎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艾妹 二妹啊 今天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你弄坏了 没事 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站在河边 没有就是心情不好 然后呢 站在那儿出去 吹吹风 哦 这样子啊 我以为你是想轻生呢 怎么可能 本来就是心情不好 在那吹风 没有的被你吓一跳 哦 摔坏了 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你摔坏了 那也没事 就手机本来就挺旧的 哦 那要不去前面 我请你喝杯奶茶 然后 呃 看看 就说 如果有手机电开着的话 等一下给你修一下好吧 行吧 好 那走吧 走吧 哎 二妹 今天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弄坏了 没事 就这手机本来就旧了 然后好像刚看了一下 就刚弄坏了 手机皮没坏 哦 那不好意思 没事 今天怎么一个人站在河边了 因为就是跟我男朋友嘛 准备都要结婚了 都财力都给了 然后今天看他手机 把他出轨了 还跟我最好的婚姻 哦 这样子吗 对 然后我就跟他退婚嘛 然后他就说要赔双倍的财力 然后今天还跑到我家人了 这样子啊 我心情不好就站在那边去 退房而已 哦 那你确定不跟他在一起了吗 肯定痛苦了 哦 出轨了 哦 那没事 你等一下回去嘛 明天白天我去你家里 呃 帮你想想办法 因为我们那边的话 不需要赔双倍财力的话 我们这个习俗就是这样的 那 那如果不赔会怎么样 不赔 他们肯定就会一直来 然后之前习俗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 上班待手的 哦 那你等一下还是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想回去 因为他可能 现在都在那边闹着了 不回去了 哦 那那怎么办 你带身份证没有 对啊 那要不等一下你去找一个宾馆住吧 明天白天我开车送你回家 可以吗 行 那行 那你先喝喝点奶茶吧 也平衡一下心情啊 谢谢 好没事没事 哎妹妹 啊 呃 要不你就住这里吧 哦 行 要不你把身份证过来 我我帮你开一间房 没事没事 我自己开就行了 没事 因为我把你的那个手机膜给你弄坏了嘛 就当我是赔偿你的 嗯 没事 你太客气了 我自己开 那 没事 你身份证给我 身份证给我嘛 来来嘛 给我嘛啊 那我就帮你开吧啊 嗯 哎妹妹 哎呃 我这边房给你开好了 这是你身份证拿好啊 那个 房卡的话就在前台 你直接进去就行了 嗯 谢谢你们 他麻烦你们了哈 没事没事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 那拜拜了哈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明天我中午过来接你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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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